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 bé 沿着江山起起伏 伏柔的曲线 凡马 爱的中原 我的爱的不顾和江岸 愿对比刀薛天风 与无情的陪伴 这是藏人私逼我 那金色的花年 做人一干担 做人何惧艰险 好情不别念复一念 做人又苦又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雨的成真 踏遍万脸和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 紧握住 只要旋转 宣言无人间 爱的那天的爱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做人一滴干担 做人何惧艰险 好情不别念复一念 做人又苦又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天天成真 踏遍万脸和山 我站在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 紧握住 日月宣传 我站在风口浪尖 五百年 天天 都为梦中的明天 尊何惟 如梦中的明天 临驾南京城的第一位皇上 是 是你我臣子的光彩 对 奴才三年没有见皇上了 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把皇上给盼来了 下官从没见大人这么乐观 末将可也是又喜又怕 喜的是终于一睹天眼了 怕的是皇上来了 末将得终日护驾 不敢有一点闪失 要说喜我比你们更喜 要说怕我比你们更怕 皇上要亲自查验本都三年来 所筹集的响银 咱们仨立刻分宫 阁里 臣在 你准备一下 代表本都进京营驾 之后从京城开始 一直护驻到南京 这 天鹏将军 末将在 你负责读见皇上的行宫 不得有误 本都每三天要查看一次 领命 还有啊 兵部催促铸造的四十门红衣大炮 铸子好了吗 已经脱魔去杀 定于后天式炮 如无问题即可起运福建 好 此事万不可有误啊 平台急等着用呢 现在最难的 就是皇上的响银呢 三年三千万两 到现在还缺四百万两啊 是 妈妈也这么是 两个 这瓶铁啊 这瓶铁啊 往上的真的是 发放下子 发放下子 那我就来喝了 行一酒 好 好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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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印空法师下官有礼 道台大人 道台大人你今日怎么穿得这么朴素 请坐 卸坐 印空大师 你我相交已多年了 在下素来敬佩大师的道行人品 受益匪浅 但是今日在下不喘冒昧 有一疑难想向大师请教 请直言 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前名朱三太子朱慈炯 率同吴印雄等人夜袭皇宫 被御林侍卫斩杀殆尽 那次宫变天下震动 贫僧虽然室外之人也有所耳闻 但是只有朱慈炯一人消失了 宫里宫外都寻变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皇上研旨追查 二十多年过去了 此人仍无下落 这不是什么疑难 而是葛大人看走了眼 竟然把平僧当成什么朱三太子 平僧哪有那等福气 平僧法名应空 三岁便入佛门 入了佛门 未必就是僧 顺治皇上也入了佛门 法名行痴 难道行痴大师也不是僧吗 在下知道 大师不是朱三太子 那朱三太子定然是死了 而大师顿入佛门 早就与臣氏无涉 已成世外高人 既然如此 大人吃杯茶 就请打道回府吧 但是在下封闻 朱慈炯留下的八百万两白银 也不翼而飞 那些个银子呢 都是他珍藏多年 起兵之姿啊 大人是想要朱三太子呢 还是想要银子呢 在下说过 朱慈炯早死了 但那些银子不该死 您说呢 在下是个胆小的人 不愿惹事 在下又是个贪财的人 想起那些银子就睡不着觉啊 大人还是个厚颜无耻的人 说起话来一点也不脸苦 正是 大师您 您急着说 下官等着呢 那好 平僧就送你八百万两银子 再下 谢大师 在下得了那八百万 立刻慈光归香 永远不敢惊动大师了 在下告辞了 走好 请问大师 您就不怕在下既拿了银子 又将大师灭口吗 平僧已是孤家寡人 苟延残喘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那大师 平僧一旦报死 朝中自有多嘴的人 将手持平僧遗嘱 禀告康熙 说应空托阁里大人庇护多年 赠他八百万两银子 那时候八百万两银子 自然死不了 而大人您的满门九族 却活不成了 大人您说是不是 是 是 禀皇上 魏东廷总督得知皇上择日难寻 并驾临南京不胜惊喜 燃香面背而寇 期盼皇上龙体康剑早早进下 古城金林 此座 魏东廷 朕又三年没有见到他了 还真想得慌 他有什么话吗 南京的行宫护卫 皇驾所需用度 魏东廷总督早已预备妥当 吩咐卑职 兴业敬经 代表魏大人 及南京军民人等赢驾 并一路护驾直至南京 太过了 接驾接到清城来了 你告诉东廷 他的心意朕知道了 你休息两天 然后赶回南京去 帮着东廷去办差 你告诉东廷 他还有三千万两银子没有给朕 你看我不忙死他 朕 朕知道 朕到哪儿哪儿都会提心吊胆 南京的地面还太平吧 一切太平 魏东廷大人执法言明 将南京城治理的 路不时宜夜不必户 以成太平盛世 路不时宜夜不必户 朕真想去看看 这个太平盛世 这 是 我用整一下 我用整個鎖子 也用整一下 手指 在某一面 手指 把鎖子加上 手指 炸了 把鎖子 rub 我用整個鎖子 把鎖子弄 把鎖子和鎖子降低 但是手指 哥大人请进 主子候您多时了 奴才已打探清楚 七峡山寺庙的印空大法师 就是前名朱三太子朱慈炯 好嘛 从北京到云南 从关内到关外 老夫我找了他十几年了 今天总算把他给逮着了 他 那他有何图谋啊 经过奴才这些年的仔细观察 此人时不过五足不出四 除了诵经礼佛之外 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那他 他有没有说过 他有个女儿 未曾提起过 兵主子 奴才单独审问过他 他虽没有承认自己是朱慈炯 却承认密藏着一笔银子 奴才请主子侍下 此人当如何处置啊 这个朱慈炯一时疯误残年了 再也不能为害了 杀了他到干净 可是 那笔银子 足有四百万两啊 并仍已将全部银两交出 以换个太平万年 我看呢 既然你们把话已经说到那个程度了 你补拿 他也不放心啊 我看你 你不妨就收下他那四百万两银子吧 让他安度万年 做他的印空大师 剩下的事 等我想妥了再说 奴才取了银两以后 立刻亲自解送京城 上交主子 送过来二百万两吧 那二百万两比留着实 奴才不敢 奴才的一切都是主子您给的呀 就这样吧 谢主子 今后 凡是有关印空的事 不能由任何人经手 也不得简直书信 有时 你亲自来警 当面跟我说 除你口入我耳 神鬼莫知 否则出了岔子 我保不了你呀 每门大炮都何用吗 回大人 每门胡一大炮都经过三次实弹试射 下官确保准确无误 福建方面三天一催 急着能用啊 你们不能耽误 赶紧发运吧 是 卑职已将前二十门 红衣大炮发往福建了 可是 水师提督府回韩树 只收到十七门大炮 其余三门 出什么事了 咱们处确实发出了二十门大炮 码头也确实收到了二十门大炮 海云过程中也并无沉默 这就是说 三门大炮无翼而飞了 剩下这二十门 令你二人亲自押送福建 如果再丢失一门的话 你们两个低着头来见我 是 还有 途中你们要严密调查各码头 寻找尸炮的下落 到达福建以后 继续跟着大炮上转 设法探查明白 水师这帮家伙 到底收了多少门炮 别让这帮家伙讹了我们 一门炮三千两银子 侍郎可是当过海贼的 是 末将参见总督大人 你立刻叫兵把南京附近的水路码头跟我查一查看一看 能不能找出失落的三门红衣大炮 大人 您不是认为福建水师在讹诈我们吧 我那不是把丑话说的前头留着日后打官司用吗 哦 此外我怀疑这三门大炮是被自己人给偷了 如果真是这样 他们只能高价卖给台湾 走海陆出运 末将立刻带兵搜查 快去 喳 查一查安心哪 兵大人 天伯怎么样啊 南京附近十二处水路码头全部搜遍 没有发现红衣大炮的下落 我估计也搜不出什么名堂 大人 末将觉得是不是福建水师在讹诈我们啊 兴宫距九华山有没有抄出红衣大炮的射程 没有 仍在射程之内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带兵快去搜啊 地上地下里里外外都给我搜个面 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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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ото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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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倆的 人家来 ぞ这来 来好 为准马 好我还愣着 这这剩下了 小3子 我 wahrscheinlich 搅 Uni这边 等一下 大人 九华山已全部搜遍 不见红衣大炮的踪影 好 大人 您家这是在 班家 好 大人是想把这儿 让给皇上做行宫吧 是啊 那那座行宫呢 照常修建 不得迟悟 到时候一真一假 一虚一实 一方不测 大人这座府宅是万全之处 东围正红旗马镖 西围香黄旗炮镖 前街玄武湖 后靠龙岗卫济营 铁筒办安全 还不够 天鹏 天鹏 卓你在二十天之内 将方圆三里的闲杂百姓 全部前走 再调五百零龙骑兵 化妆成百姓 驻进民军 均持贴身兵器 昼夜呼驾 直到皇上离开南京 这 遵命 遵命 还有 反化妆城百姓的兵勇 都不许叫皇上认出来 否则 皇上又要龙颜大怒 骂我们扰民了 听清了 遵命 来啊 把大门给我关上 大家听我说 印空此生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看着康熙死去 康熙一死 朝廷必起内争 台湾的正式 蒙古格尔丹 也会趁虚而入 甚至 西藏的达赖 新疆的维吾尔 北京的老毛子 都会落井下石 那个时候 印空遍布大江南北的 三百寺庙数万僧徒 便可一鼓而起 再举一旗 南京是我朱明王朝的圣地 太祖朱元璋也建功于此 隆寝在此 康熙被天意而行 竟敢到南京来 真是天赐良机 我们大明皇上的圣地 便是康熙的葬身之地 有意思 有点儿 还要不咱俩 不咱俩 都有几千奇 那一天 要不咱俩 习巨人 我们怎么能去看你 什么时候让你走 你得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常回来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妹妹们 小姐希望你们永远不要长大 永远不要长大 公主啊 戈尔丹和我有杀父之仇 夺帮之恨 而我们俩人却姐妹情深 今后我们如何见面呢 我不敢想这些 想了就不能活 要活就不能想 娘娘 好像有纸 你不能去呀 娘娘你不能去 起了更伤心了 娘娘 娘娘你还是别气了 就是别气了 我就她这么一个女儿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送她呀 娘娘皇上驾到 娘娘 娘娘 皇上 绒坏啊 皇上 你来干什么 臣妾 北是好好的吗 朕来陪你说说话 臣妾 就兰契儿 这么一个骨肉 荣妃啊 你还有朕吗 朕正要告诉你 过几天朕要难寻 你陪朕一起去 皇上 谢啊皇上 太皇太后一旨 送行千里 终有一变 着所有皇妻 至此返回 老祖宗说了 何硕公主 定能和清西域 造福大清 这女珠 是老祖宗心爱之物 原本有十八颗 老祖宗留下九颗 给你九颗 老祖宗说 我了 只怕再也见不到 兰齐儿 只能久久地 念着她了 老祖宗说 老祖宗 老祖宗 兰齐儿 永远永远 念着你 老祖宗 永远永远 念着你 无虎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嘛 谢皇上 此次难寻 朕恩准让十六岁以上的阿哥 全部随嫁 这是为什么呢 朕要你们亲眼看一看 大清之大 物产之薄 山川之秀丽 民情之繁复 比如说 这边现在还是夏天 那边可能就是冬天了 记着 所有的阿哥 只准骑马 不准称教 遵旨 朕要视察一下草运河宫 到了南京 朕要亲记名孝陵 拜一拜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朕还恩准他们的移民 移臣 还有学子们 与朕同济 无皇恩为前 时辰到了 可以起家了 喳 妹子 你还待着干什么 赶快回后宫去吧 当心皇上看见 他又把我割下 带着荣妃走了 可是 皇上割下了所额图 带上我走了 千里远行的 两个人挤一亮龙年礼 亲亲我我 水乳交融 你也不想想 你有大阿哥印氏 他有什么 印氏被派去送亲了嘛 一去就是几个月 什么破差事 愚蠢 这可是天大的差事啊 怎么着 你当然看不出皇上的用心了 就连大阿哥也未必看得出来 将来啊 一旦同戈尔南开战 皇子和大臣当中 唯一勘察过西北进军路线的 只有大阿哥印氏 他必获重用 好了好了 回宫去吧 好 禀华阿玛 查厅到了 请华阿玛歇驾饮茶 又走到八十里啊 有什么快报 福建六百里急奏 以地质查厅 念吧 臣水师提督 师郎 叩拜皇上 入下一来 福建沿海气候反常 封信 久后不治 不宜水师出战 臣等 正加紧准备 臣叩请皇上 将原定平台日期 顺延三十天 以待封信起战机制 寄拔毛出海 不准 明珠 臣在 你就在这个亭子里 匿道颜值 告诉他们 台湾必须在八月三十日 之前攻阔 另外 匿完之后 马上发出去 限五日 必须及到 赢 起驾吧 呱 皇上还惦着福建的事 施郎要朕甩开摇起胜 朕就让摇起胜去定忧 侍郎要专攻专拳 朕别改 可事到如今 却说什么信封不至 朕多少知道一点 行海之船只要舵宫高明 彭帆得当 可用东西南北封 皇上 为什么非要在八月三十日前 收服台湾呢 这一点朕谁也没有告诉 朕不是要亲机名校灵吗 日子就定在九月九重阳节那天 朕想让侍郎他们 在重阳节那天 把政经的响扁好 送至南京 朕要在朱元璋的墓前 亲自宣布 朕光复台湾了 今日照常训练 你们回去吧 军门 明日呢 明日跟今日一样 军门 如要在八月底拿下台湾 七月底就得拿下澎湖 那么最迟七月十日 必须拔毛启航 今儿个已经是初一了 你是一天天的算 我可是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的算 风行不起 水势不动 回头 是 石将军 军府大人又来了 石将军 水势何日出海啊 你是一日一催啊 石将军如果再拖的话 我就一日三催了 再等几日 我估计 风行快来了 即使风向不顺 也要辗转出海 一会用兵啊 但是 那样一来 有利于刘国宣公 我不利于水势公台 胜算 必会大减啊 哦 皇上 风信不知 万万不可贸然出海 臣再三请求 将收台日期顺延二十天 以待封信 臣立军令状 臣最迟秋末 即可收复台湾 生勤正经当 廖多啊 谁来的信啊 啊 车架在吗 在门外候着呢 哎 没法子啊 姚老师又得跟师郎臭小子 악 热 太热了 看 来 散 老师 爱 去 看 球 看天哪 我说你看也看不明白 天意从来高难问 你不在家丁佑跑这来干什么 来和你谈一谈 看什么 谈谈皇上 皇上 侍郎啊 康熙这样的皇上雄才大略 既往开来 几百上千年才会出一个 他要的不仅是拿下台湾 他还要借台湾拿下全部前朝一民一臣的心 这甚至比一个台湾更重要 你知道吗 皇上要在重阳节那天 在明孝陵前亲自宣布台湾光复 这意味着啊 大清远胜于大明 康熙远胜于明太祖啊 那好啊 给我封吧 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你在暗兵不动 恐怕要拿你祭旗了 要解释啊 收拾天下人心 那是皇上的事是你们这些朝廷大员的事 我海坯里不懂这些 我只敢打仗要打就得打胜仗 风信不来我就绝不出海 要杀要寡听凭皇上 我不会拿弟兄们的鲜血燃我的红顶子 这儿 要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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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何事啊 奉旨连夜祖之刑型队 狄皇帝 你准备应变吧 要杀 这 这是皇上在黄河大堤上以太子鸡猎为的我 被违案亲自书写的 遵旨 你们原地待命 驾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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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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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风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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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起南风了 它就在两百里外 一个时辰以内必然吹道 风信来了 风信来了 你们什么人 咱们是我的部下 传我的将领 所有水师官民 全部登船 为这个力战 快 风信来了 秦宫的将领没听见吧 快 全部登船 全部登船 听着 战绩到了 此大风将连续刮五天五夜 驻我们横跨台湾海峡 指示澎湖列岛 本都 在临行之前 皇上亲赐了五十枚铜钱 用意占卜胜负 大家看 此次海战 如果全胜 则扬面朝上 如果失败 则阴面朝上 如果不胜不败 则阴阳各半 大家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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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看见了 全部是字 皇位浩荡 此战必胜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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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将此案抬去 让每条船 每个兄弟都看一看 五十枚铜钱 占卜身负 全部是扬面朝上 老婆 怎么会这么巧 五十枚钱 全部扬面朝上 当然会 因为正凡两面都是扬面的 跟姚老师学的 准备起谋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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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起谋 等等我 来啊 把木板撤掉 别起谋啊 您呢 您呢 还是借着丁优吧 皇上令本将专政专权 没您什么事 师郎 老师我 为了收复台湾 三年寝食不宁 祖坟都叫人挖了 不准上船 为什么 你不懂海事 本将船上 不用一个无用之人 我去咬卤啊 添个猴 添三分力呢 秘纸呢 秘纸 拿着 绝对 你不懂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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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 有一栋大海的踢拨 最远 一夜无情反驳 把青昆 留在我心中的一刻 就已经注定我不敢进入 一心有一份生命的光过世界 一边边风雨飘落 把江山扛在我箭头的一刻 就已经决定我难而奔责 那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 吓自己把忧伤护摸 那男人不好做冒险追人执着 而你经常都藏在心窝 那男人不好做冒险追人执着 那男人不好做冒险追人执着 那男人不好做冒险 生他一路看 Woo!